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家后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世界上最浪漫的重生 它是一个生命的终结和无数个生命的开始 当鲸鱼在海洋中死去 它的尸体最终会沉入海底 并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 生物学家给这个漫长的过程赋予了一个优美的名字 鲸鲁 鲸鱼死后尸体沉入海底也算是最有意义的死亡了 否则如果鲸险在海岸上 那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 在深海中没有光合作用 因为在深海200米以下阳光就照不进来了 所以说在海底是漆黑一片 而鲸鲁可以化能自营 通过自身的化学反应自己产生能量 所以说鲸鱼死后可以在海底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 这个生态系统维持了至少50个种类 1万个生物体生存 甚至在这个独特的生态系统中产生了一些新的物种 一座鲸的尸体可以供养一套以分解者为主的循环系统 长达百年 大大促进了海洋生命的繁荣 它跟热液冷泉都被称为是深海生命的绿洲 我们虽然管鲸叫做鲸鱼 但是它可不是鱼 鲸和海豚一样都属于哺乳类动物 用肺呼吸 它也只是外形像鱼而已 其实它跟河马是近心 在6000万年前 地球上出现了一种仿出类动物 它们既可以在陆地不识 也可以下水不识 大约在5400万年前 它们中的一部分适应了水中的生活 于是它们的身体构造也逐渐飘向了水生生物 它们的前肢进化为奇 后肢逐渐退化 为了保证在欢气的时候 眼睛还可以观察到水里边的情况 它们的鼻孔逐渐移到了头顶 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鲸鱼的形态 鲸类分为虚鲸和齿鲸 就体型而言 虚鲸比齿鲸大 一般可以形成鲸络的是虚鲸类 因为鲸络的形成条件十分苛刻 鲸络的形成需要具备两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是鲸要足够大 第二是弱的要足够深 只有体重超过30吨的鲸鱼 才有鲸络的资格 其次是这条鲸鱼必须在1000米以上的海域 追入海底 才有鲸络的过程 因为海中的低温会减慢分解速度 高净水压力会增加气体的溶解度 从而使鲸鱼的坠落保持完整 在潜海区域 鲸鱼的尸体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被石腐性动物吃掉 相对高的温度也加速了鲸鱼尸体的分解 所以说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传说鲸鱼是有灵性的 它可以预知自己的死亡 当死亡来临前 它会脱离种群 来到深海中等待死亡 随着它们生命的结束 经络也随即开始了第一个阶段 这个时候 鲸鱼的身份从一个掠视者 转变成其他海洋生物 汲取营养的对象 周围的鲨鱼早就等待着这份大餐了 它们铺上去 每咬一口都有大量的血液流出 这些香血的味道 吸引了更远处的鲨鱼 和其他的肉食动物 同时来到还有螃蟹这样的甲壳类生物 它们数量众多 一点一点的瓜分进入 鲸鱼庞大的身躯 可以供这些青稻夫 瓜分至少四个月 根据鲸鱼体积的大小 移动青稻夫阶段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 有的大的鲸鱼 甚至可以让它们吃两年左右 当它们在鲸鱼身上 找不到能吃的东西之后 它们就会离开 这个时候整个鲸鱼只剩下一副骨架了 肉和脂肪都被它们吃光了 随着这些青稻夫的离开 经络也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一些软体动物和小型甲克类生物开始登场 它们直接寄居在鲸鱼身上 还有骨头缝里 一边在这生活 一边吃残鱼的精湿 它们把那些青稻夫吃不到的东西 统统收拾干净 因为它们是吃人家吃剩下之后 咬不到的食物 所以它们被叫做机会主义者 就这些残羹剩饭 都够它们吃好几年的 这个阶段可以持续两年到4.5年左右 这些机会主义者 在这里不断改变它们生活环境的同时 也在快速繁殖 科学家还在这个阶段 发现了两个新的蠕虫物种诞生 它们也寄生在这些精骨上面 这些蠕虫也很有意思 雄性的蠕虫在雌性的体内繁殖 在经络的过程中 科学家一共发现了16个新的物种的诞生 在两年过后 骨架上的营养被它们吸食干净 它们就会搬家 经络也会进入第三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一个真正能够自己自作的生残系统就形成了 大量的燕氧细菌进入精骨 分解骨骼中的脂质 它们利用海水中的硫酸盐作为氧化剂 产生硫化氢 硫化氢虽然对其他海洋生物是有毒的 但是对于化能自氧细菌则是能量来源 在这个过程中 与化能自氧细菌共生的生物 也因此有了能量的补充 同时也给蛤蜊海螺等生物提供养分 使它们可以在筋骨周围生长 由于筋骨中的脂质特别多 占它们体重的4% 所以这个消耗的过程也是相当的漫长 可以持续上百年 直到骨头中的有机物被全部消耗完 这具筋骨终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了 经络随即迎来最后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骨架上已经没有任何生物了 就连在这里积居的微生物也消失了东营 这个时候 筋骨中的矿物质会变成礁石 最终成为生物们的狙击地 鲸鱼这才完成了它的全部使命 经络自此化成句号 经络的整个过程 至少维持了1万个生物体的生存 所以说 一经络万物生这个描述 一点也没有夸张 在2020年4月中科院探索1号科号船 搭载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 完成2020年度第一个科号皇寺 并且顺利返回桑亚 这次他们的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在南海1600米的深度 发现了一个小经络 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这样的生态系统 科学家介绍 这个经络处在南海的中部 根据骨骼形态的判断 这是一个齿经的尸体 目前经络的附近有鱼和虾 尾部还有一些没有吃完的鲸肉 据此可以推算 这个经络刚刚开始没多久 目前处于第一个阶段 具有长期的观测价值 随着深海机器的更新 人类对海洋的了解也在不断的深入 在1970年 人类首次观测到了经络 距今已经过去了50多年的时间 而根据2020年4月这次报道 专家说 国际上发现自然经络不足50个 那么大家肯定就会疑惑了 海洋中有那么多的鲸鱼 能达到条件的肯定也是数不胜数 那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才观测到了不到50个鲸落呢 因为并不是所有具备条件的鲸鱼 在死后都能够形成鲸落 近些年来 人类的过度捕捞 再加上海洋的环境恶化 鲸鱼很难做到自然死亡 越来越多的鲸鱼被端上人类的餐桌 导致鲸鱼的数量逐年锐减 尤其是日本海域的鲸鱼数量 更是少得离谱 2018年 日本的官方宣称 他们将会退出国际补鲸委员会 并且在2019年恢复商业补鲸 这将使鲸落的行政条件更加可可 再加上好多鲸鱼在死后 由于吃了很多生物 这些东西在胃里面腐化 产生大量的瓦斯邦的气体 导致他们并不能直接沉入海底 他们只能漂泊在海面上 最后搁浅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就很有可能引发惊爆 在2004年台南就有一条身长17米 体重50吨的某小鲸鲸鲸 当时科研人员准备把它送到台南大学 进行科学研究 没想到在运送的途中 这条鲸鱼在街上爆炸 根据目击者标说 当时的场面极其血腥 最后这条鲸鱼遗体 被一位教授做成了谷歌标本 于2005年 在思草台江村馆展示 除了这些的非自然死亡之外 一些鲸鱼还选择了集体性自杀 在近些年来 越来越多的鲸鱼集体自杀事件被爆出 这些事件也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 因为鲸鱼在深海里边 靠的是回声定位而不是眼睛 它们这些功能十分的精准 就像我们的微声定位一样 我们现在的人开车 也是主要依靠导航是吧 当导航失误 把你带到沟里边的情况 这也是有的 而人类在海里边放的声纳的噪音 还有大型船只的发动机的声音 这些就会导致鲸鱼的回声定位系统 发生严重的失误 最后使它们冲销海呢 但是这个说法也只是个假设 并不是科学家给出的确定性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某种未知的大型生物 在后边追它们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 总之这些所有的因素 导致海里边的鲸鱼越来越少 鲸鲁的像象也越来越罕见 其次呢 就是鲸鱼的分布范围很广 人类对深海的了解也十分的有限 这使得海底即使存在着很多鲸鲁像 人类也发现不到 可能是人类的良心发现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鲸鲸鱼被人类重新运回海里 形成人造经络 在2011年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格雷格·劳斯和他的团队将一头鲸鲸鱼放回海底 由于鲸鱼的体内有气体 难以沉入大海 它们在鲸鱼的身上配了几吨重的金属 这才使这个庞然大物沉下去 格雷格给这个人造鲸鱼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 叫花蕾 到了2014年 它们再次探访花蕾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发现 在它身上已经覆盖了一层微生物 说明这个生命之花已经开始绽放 或许这才是生命的意义 最后啊 希望更多的鲸鱼能够自然死亡 回馈自然 让它们死得其所 而不是被人类端上餐桌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食 也不差这一口 吃点别的不好吗 那么在这里 经络的话题我就分享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